这个倒霉男孩名叫路易 生他时母亲遭遇难产 一生用上泼腹刀才将其救出来 四个月大时 头顶的吊灯坠落将他砸成重伤 肋骨全部断裂 好不容易再长大点 学会了爬行 就先后遇到了毒蜘蛛和毒蜂的攻击 就连出电事故和食物中毒他都没能避免 几乎没人能像他这般坎坷多穿 要么是他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要么就是有人在蓄意谋杀 从出生到现在 路易攻击遇了八次致命意外 可每次他都能幸运地存活下来 母亲玛丽觉得儿子是被猫附了身 所以能像猫一样拥有九条命 很快九条命的说法验证即将到来 路易九岁生日时 一家三口出去野餐 可不知为何 他突然掉入悬崖 等警察找到人时 他已经身负重伤陷入昏迷 直升机将他紧急送进医院治疗 可惜还是来不及 医生遗憾地宣布抢救无效 死亡时间是晚上的7点55 两个小时后 路易的尸体被送进停尸房 可紧接着 经过连夜抢救 他活下来了 儿童专科医师 胡子哥负责路易的治疗情况 隔天警察来到医院 根据路易母亲玛丽的执政 将路易推下悬崖的 这是路易的父亲大卫 如今他畏罪潜逃 警方希望医院加强24小时的值班人员 防止凶手二次犯罪 下午 胡子哥去找玛丽了解情况 原来路易是个问题儿童 他被学校评为是具有破坏性的孩子 性格易怒情绪不稳 因此玛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为阻止妈妈 他故意尿裤子 打湿玛丽衣裳 但这都没用 妈妈心意已决 吹干了衣服 就带路易去见心理医生 佩蕾斯 接触下来 路易慢慢吐入内心深处的秘密 一次 他跟爸爸到海洋公园玩 原本玩得很开心 但爸爸大卫 再见到一个女人后 脸色大变 那是他的前妻 旅游结束 路易开心的跟玛丽说起这件事 因此夫妻俩发生了激烈争吵 进入冷战期 但是此事就导致路易的内心压抑吗 不 这还不是根本原因 越和路易深入交流 佩蕾斯越发感到不可思议 这孩子的心思 远没有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 他的家里肯定还藏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几天后 胡子哥同事邀请玛丽参加派对 看着这个被男人包围的女人 儿子昏迷不醒 老公畏罪潜逃 此时的他是多么脆弱啊 胡子哥在那瞬间 觉得玛丽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他没敢上去搭讪 但玛丽却主动找了上来 当两人畅谈心事时 胡子哥老婆上来搅局 拉走他老公 才结束两人间的暧昧 隔天 玛丽来到医院 两人又聊了起来 他说起了案发经过 原本一家人去野餐 玩得很开心 不知为何 大卫开始发脾气 乌瓦路易推下了悬崖 事后他就逃跑了 至今都找不到人 大卫是他唯一的男人 孩子的爸爸 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女人悲惨的遭遇 引得胡子哥心疼 在他犹豫要不要做点什么时 玛丽就亲了上来 这一举动 让胡子哥忘记了 自己已婚的事实 两人当即惊热起来 而当玛丽睁开眼 就见醒来的路易 在盯着他们 他眼内满是红丝 深情呆乐 胡子哥去查看情况 下一秒 他又晕了过去 胡子哥给他做了 更深层次的检查 但给出来的结论都是 他很好 至于为什么一直不信 胡子哥猜测 路易是在逃避现实 为了解孩子以前的心理状况 他找到了佩雷斯 佩雷斯说 在他治疗期间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年幼的路易很喜欢饲养仓鼠 且养过一段时间后 就会以各种形式处死他们 佩雷斯问过他 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 这是我的宠物 我拥有对他们的处置权 生死都因尽在我的掌握 小小年纪的他 根本不应该懂什么叫处置权 但他又是从谁的身上 学会了这些呢 胡子哥听了 顿时毛骨悚然 几天后 玛丽和胡子哥 各收到一封威胁信 玛丽一眼就看出 这是路易的自己 但这不可能 他还陷在昏迷 怎会给他们写信 两人把信交给警方调查 女警官则好心提醒胡子哥 别和玛丽走得太近 他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又跟他说 路易是玛丽和另一个男人生下来的 他骗自己 这是胡子哥的第一个想法 还说大卫是他唯一的男人 他感觉遭到了背叛 立即去找玛丽 谁知率先看到的 是幅靓丽的美女出狱图 男人顿时被迷得团团穿 立马忘记了自己来这的目的 用他那只带有婚戒的手 缓缓搭在女人身上 这下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 全让他给做了 不久后 路易奶奶 也就是大卫的妈妈 来医院探望孙子 他直言 大卫绝不会伤害路易 虽然路易不是他的亲生孩子 但他爱他 胜过爱自己 怎么可能会害他 正在两人交谈时 警方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原来 他们以为为罪潜逃的大卫 现在在悬崖底下找到了他的尸体 难道他在推向路易后 又自己跳了下去 一时之间 众人陷入了谜团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胡子哥在晚上梦游了 他走到前台 开了张毒药方给马力 但写完后又将处方丢掉 看着监控里的自己 胡子哥一脸震惊 警方调查监控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胡子哥突发奇想 会不会是沉睡中的路易 控制自己身体 想向他表达什么 为解决这个猜想 他找佩蕾斯寻找帮助 佩蕾斯愿意帮他 但这个方法很危险 他会连接路易 与他的脑电波 为钱小风险 他还给胡子哥进行了催眠 果然 这个方法奏效了 案发当天 我们去野餐 妈妈又给我准备了 有毒的糖果 爸爸想吃 但他不给 推荡中 爸爸察觉出不对劲 你为什么不让我吃 难道儿子从小到大 发生的意外 全是你一手策划的 妈妈拉着我走到崖边 爸爸又把我扯了回来 他们开始争吵 他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给出的答案 只是将男人重重推下了悬崖 看啊 他又开始后悔了 这次是意外 但触电那次 中毒那次 还有被吊灯砸伤的那一次 都是意外吗 我知道妈妈一直以来 对我所做的一切 毕竟我是他剩下来的 他对我有处置权 但他杀了我最爱的爸爸 我也已经厌倦取悦他了 于是就做了他最想我做的事 回忆结束 真相大白 女人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 因为他患有 带领孟乔森症候群 会通过虐待别人 来换取关注和爱 路易知道他想要什么 就回应他的需求来交换爱 踏出意外 他来拯救 依次加强母子之间的连接力 玛丽爱他 恨他 却不能没有他 而胡子哥跟当初的大卫一样 在爱笑的女人 和爱哭的女人之间 选择了爱哭的女人 他以为自己能给女人带来笑容 却想不到 有些人哭 就只是哭 并不是因为伤心 或许有过快乐 但他中了什么医 现在就得承受什么果 至于路易至今昏迷不息 对他来说 或许沉睡才是最好的结果 不用担心妈妈的脆弱 也不用思念爸爸 都无法自拔 或许他有个最不靠谱的母亲 但同时 他也拥有了世界上 最爱他的爸爸 我太爱你 我爱你比整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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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整个街道 比整个街道 比整个鱼 比整个鱼 全部都会不错 年轻人 我祝你 你世界上最弱的男人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路易·德拉克斯的第九条命 我们下次再见